剪掉Ybar 請問你Ybar是誰 剛才才正出來喔 Ybar叫ASbar加V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變成什麼 ASbar加什麼 加V 然後不要忘記 這邊要有一個什麼東西 平方 哇你看 這個東西打開是不是這樣 哇天啊 這個已經佔領了我好多空間喔 然後接下來就怎麼樣 就點點點了啦 就點點點 加到 來 最後一項 你應該知道怎麼寫吧 Yn是誰 A 沒錯 ASn加V 現在課本就這樣交 其實也蠻簡單的喔 然後再剪掉 剪掉什麼 Ybar Ybar是誰 A 沒錯 ASbar加上V 這樣可以喔 然後不要忘記喔 這裡有一個什麼東西 有一個平方 哇 這個更好把它拉長一點 哇塞 來 這裡有調整一下 這一個 哎呀 誒 這樣寫可以嗎 這樣寫沒問題 然後這樣寫之後你告訴我下一個步驟寫什麼 對 B 你看這邊加V 這邊減V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在證明的過程裡面這個V就不見 所以很顯然 平移本來就不會影響我們的標準差對不對 來這個加V這個-V這個就不見 好 那你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好 接下來做什麼你不知道 來接下來要做什麼 這裡是把AS1-ASbar 我們可以把A提出來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忘記喔 它在提出來的過程裡面這裡有一個什麼東西 平方 所以它提出來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A平方 對吧 然後乘上 A 我這裡這樣寫好了 來慢慢寫 這裡是N分之 A平方 OK 來 A提出來變A平方 那裡面是誰 S1-Sbomb 來這裡是S1 ness1- Southern 就是S2-S1 2-S bath 在加點點點 加到誰 S1-Sハ 這叫什麼? s bar s bar 的平方 這樣沒有問題吧 寫到這裡,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那寫到這裡之後你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哇,沒有人要理我 我們高一上不是有教過嗎? 同學我問你喔,來看我這邊 根號的a平方 還有根號a的平方 來,你告訴我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當然要強調這個a是一個什麼數 a是一個時數喔 來,你告訴我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平方在裡面跟平方在外面 對,這個我不是講過一個很生動的比喻嗎? 我說壞人在你家裡面,你要不要穿衣服呢? 要嘛,壞人在你家外面就怎麼樣? 就不用穿 但是這當然只是幫助記憶啊 這個東西它本身就是你知道的 它背後的數學到底你懂嗎? 我只是幫助你說去記這個東西 好,這個時候如果這樣寫會有文嗎? 怎麼樣寫? 好,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說有人問你為什麼嗎? 對 那你當然不能這樣寫啊,你是白癡嗎? 呵呵 你說我們老實說因為壞人在你家裡面所以要穿衣服 那你就不要說你是我教的 我沒有這樣講 這只是個比喻而已好嗎? 這只是個比喻而已好嗎? 你不要亂好不好? 來,所以現在同學問你喔 快門現在是不是在你家裡面? 所以出來要加什麼值? 絕對值 所以這邊就變成A的絕對值 然後 接下來這裡是什麼? 不厭其煩,你一定還要再寫清楚 來,這個是誰? N分之 S1 減S8 的平方 再加點點點 加到 SN 減掉什麼? S8 平方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呢?這樣就好啊 然後最後你告訴我 這個東西又是誰? A的絕對值 請問這東西是誰的標準差? X的標準差嗎? Sigma of X嗎? 欸 這樣是不是證完了? 我覺得高一上秤就好啦 對不對? 高一上秤名就好囉 欸,考試我們有考過喔 考過這秤名喔 要會喔 還會再考嗎? 欸,有可能啊 我怎麼知道? 搞不好學測也會考喔 以前跟學生講 有一學生就說 阿羅斯的這學生不會考 因為學生不考熟寫對不對 欸,但從零政界開始就會考啦 哎呀,要注意喔 這個東西不是背下來而已喔 你要會證喔 好,那我們把這個證明講完 其實應該還欠同學一個證明啊 還有什麼東西要證明? 該證的我還沒證的 數據標準化 好,來,你翻到那個後面來 總共三個嗎? 對,總共三個 一個、兩個、還有一個 欸,數據標準化是在149頁 唉唷,一維數據簡單啊 你到二維數據 你就知道那你的證明有多少 啊,每個證明都要會喔? 當然啊 課本有講的你都要會啊 課本的你都不會 那你還要會什麼? 課本是最基本的,你知道嗎? 來,Yi等於什麼? Pc放棄三個 來,等於 Si 減掉了什麼? 減掉μx 再除以什麼? 標準差 sigmax 欸,這是不是叫標準化 對 哦,I從1到N嘛,對不對 欸,這個東西我上次應該有跟你們講過啊 這個東西可以這樣改寫喔 它可以寫成sigmax分之1 再乘上Si 然後再減掉什麼東西? sigmax分之μx 欸,它可以改寫成這樣對不對? 好,那請問你喔 Yi等於Asi加V 這一個sigmax分之1 就是在我們之前的伸縮平移裡面的那一個誰? 就是那一個A啊 A的角色嘛 是不是就是那個A的角色? 然後請問你 後面所加的這個常數啊 加上負的sigmax分之μx 這一個就是扮演誰的角色? V的角色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問你喔 我們現在要找y bar 數據一旦你把它標準化之後 它的平均數會變多少呢? 直接套用剛才的結果 y bar是不是會等於s bar加V 所以它會等於sigmax分之1 再乘上什麼東西? 這叫s bar 然後再減掉sigmax分之μx 好,請問你它一定是多少? 0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它是0? 因為μx跟x bar是什麼樣? 是同一個東西啊 對不對? sigmax分之s bar-sigmax分之μx 不是等於0嗎? 這兩個不是同一個東西嗎? 減掉就沒有啦 所以標準化後的數據 平均數是0喔 這可以接受嗎? OK,來 那它的標準差呢? 標準差 sigma of y 根據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東西喔 來 這裡應該會變成sigma s分之1 然後要加什麼值? 照理講要加絕對值 但有些同學會覺得加絕對值沒有意思 為什麼? 因為它會覺得說 反正它又不可能是負的 所以不加絕對值 你應該也不能扣我分數吧 欸沒錯 還真的是這樣 對不對?其實 以這個題目來說 你不加絕對值還真的不會怎麼樣 然後你看喔 再乘上什麼? sigmax對不對? 啊這個平移啊 平移不影響標準差 所以現在同學請問你喔 這個跟這個約掉對不對 所以它等於多少? 1啊 所以標準化之後的數據 平均數是0 標準差是1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課本也是這樣證的 好不好? 以上所講的這個證明 你全部都會喔 都沒有課外喔 全部都是課本的東西 這樣有沒有清楚? 一維數據的證明大概就這幾個 要會喔 你不能說欸我會用就好 不行 好要會 好證明就這樣 接下來我們來看課本的一個重要的題目 我喝個水啊 好渴 要怎麼化? 不是 課本裡面有個題目喔 我覺得你們都歐輩子 你換到那個CD 來分到151頁 Page 151 好來 151頁喔 你猜我要講哪一題? 我要講那個第一題的第一小題 我這個題目我寫一下 再幾個數據 再十個數據對不對 我這個題目等一下我要問了 我上次叫你們回去做對不對 真的有做嗎? 在十個數據中 加入一個新的數據叫做誰? 叫做20 對吧 叫做20 二 所得 的什麼東西? 算數平均數 喔! 好我寫中文 所得的算數平均數 一定會增加2 好 你知道這個東西喔 用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題目很好 用這個題目 再來把同學一些觀念 再把它講一下 這個題目應該有三種情況 來跟著寫啊 三種情況 這個我高一上暑下應該就講過 第一種情況就是怎麼樣 他一定是正確的 一定正確 也就是說 他是不管什麼情況 他一定是對的 不管這些數據的長相是什麼 只要我加入20這個新成員 所得的算數平均數一定會增加2 這件事情一定是正確的 那你猜另外一個情況是什麼 一定是錯誤的 對吧 對吧 那你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我以前應該有講過 這個世界上不是非黑即白 還有一些模模地帶 對不對 灰色地帶 其實第三種可能性是 某些情況下他是正確的 對不對 寫上去喔 某些情況下是正確的 這個題目不難喔 但是我覺得 你們可能有些人不太懂這個題目 到底怎麼處理 那我問你喔 一二三 哪一個才是我們正確的講法 是一定正確還是一定錯誤 還是某些情況下他是對的 你覺得一還是二還是三 當然是三喔 當然是三 為什麼 欸 你想想看嘛 十個數據中加入20 假設第一個數據叫做s1 第二個數據叫做誰 s2 然後我們再加入一個新成員叫做誰 20對不對 欸這個20是我們的new member 我們的新成員 來求你他的算數平均數 應該要除以多少 應該要除以11對不對 那原本的算數平均數是多少 不知道 我們給他一個代號 假設叫做k好了 他一定會比原來的算數平均數在怎麼樣 再加2 對吧 那請問你 我們先把這個k寫出來 這個k其實是什麼意思 這k是什麼意思 就是代表原來的這十筆資料 s1加到sn除以10 所得到的結果 欸是不是這樣子 這邊好待機是什麼 好 所以這裡同學你告訴我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換掉 s1加到s10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換成誰 欸 s1加到s10 可以換成誰 10k 所以這邊就會得到一個跟k有關的式值喔 這裡會變成10k 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20 除以11 然後等於什麼東西 k加2 來你把它寫上去 對吧 我們分析問題應該是這樣分析 是吧 好 好 那現在的同學你看喔 泰文有可能一定正確 不論這個k是多少 這個等號一定會成立嗎 當然不是啊 我隨便都可以找一個k 讓這個等號不會成立 比如說你找誰 0 0啊 你找0這個等號就不會成立啊 比如說你就可以馬上找到一個反例 對不對 來 這個反例就是誰 比如說k等於多少 k等於0 k等於0的話 來你告訴我 等號的左邊是誰 11分之多少 20 等號的右邊是誰 2 你看 等號就不會成立啊 那如果有人要你去照這個反例喔 k等於0 你有沒有辦法找出10個數字 他們的算數平均數等於0 有啊 這樣子的情況有多少種 有無限多種啊 你隨便照都有啊 比如說你找誰 10個數字 算數平均數是0 10個0 或者5個1 5個-1 是不是也可以 就你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10個數字都是0 0加0加0 加了幾個0 對 加了10個0 對不對 對啊 啊然後我再加什麼 我再加20 然後除以多少 除以11 對不對 是不是叫我11分之20 有沒有比原來的算數平均數再加2 沒有啊 原來的算數平均數是0 對不對 馬上就可以照反例啊 這是很簡單 所以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但是你要考慮一個問題喔 考慮什麼問題呢 請問同學 這個k 應該說這個數學式 這個等號有沒有可能會成立 有 什麼時候會成立 k等於多少 -2 來你再這邊算一下 10k加多少 加20 應該會等於交叉相乘 這邊會等於11 k再加多少 22 然後我們把它移向你發現 k等於多少 -2的時候等號是不是會成立 對吧 k等於-2等號會成立啊 那我現在問你喔 你可不可以找10個數據 讓他算數平均數是-2 有 有幾種情況 無限多數啊 來你隨便照一個 算數平均數是-2 10個數據的 你該不會要講全部都-2吧 也可以啦 好比如說 你看喔 -2 其中一個變負三個變負三個 對對對對對 你知道我意思了 加0點點 加到最後一個也是誰 -2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補一個新的數據 叫做誰 20進來 欸請問你喔 如果十個數據都是-2 加起來這邊是不是-20 再加20除以11 這邊變成多少 0 對不對 可是你本來這十個數據的算數平均數 是多少 4-2 4-2 4 4 4